喂 各位们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块新的建地 是吧 是 今天 周末 天气也很好啊 跟大家聊 我今天我想在外面坐在这个车里面 我先跟大家说发一下这个心情啊 我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啊 挺非常的清澈啊 抬头都是蓝天白云 低头是绿草啊 那个Bush 非常的美 那看看我们的海边上呢 也是 呃 湛蓝湛的海 上面点对了一些岛屿和帆船 非常美 那新西兰的气候环境都非常漂亮 就非常有感触啊 那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关注房地产的朋友也都知道的 新西兰今年的目前的经济情况 也像新西兰的天气一样的 非常的 非常的好 非常的良心的发感啊 从这个利率的情况看 从各方面的失业率 移民人数 各方面看新西兰的呃 目前的形势都是近几年来的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景象 大家也可以呃 从各种资料里面都能看得到啊 呃 另外呢 最近可能对房地产感兴趣的朋友也都知道 然后新西兰这段时间的房地产的这个 嗯 发展 房地产的这个 呃 市场 也像新西兰的天气一样的 呃 非常的 呃 清朗 啊 核续 呃 那个 非常的正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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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 大家 茶余饭后啊 啊 包括聊天的时候都喜欢聊聊房产 呃 如果感兴趣北岸的朋友呢 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北岸 我们最近几年的二百年的发展呢 是非常非常的迅猛 呃 无论是呃 商业建筑 或者是公寓项目的建筑 或者是二百年作为的呃 呃 公路设施 都是正在呃 不停的往前推进 那那个发展的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二百年呢 已经 嗯 日渐显示出其 区域中心位置 我们讲在北岸来讲了 它是一个经济 文化 教育 各方面的一个中心位置 现在越来越凸显了这个 它的地位 嗯 我们今天呢 推荐的这个是一个建地项目 呃 是我们在二百年 呃 呃 Rose Park Development 增长了七 七八年了啊 他们从今七年就开始呃 那个呃 呃 筹建 开始规划 一直到现在刚刚推出来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最近呢 呃 一些房产呢 嗯 旧房子多一些 然后呢 公寓项目多一些 这什么原因呢 呃 主要也是我们在二百年附近呢 它没有什么地了 可能听广播的朋友们能经常能听到一些 房 房屋的广告 啊 节目 或者是公寓的节目 可能听到建地的节目不是很多 因为确实 这个建地本身就不是很多 呃 呃 呃 随着这个二百年呢 中心位置呢 它发展的越来越成熟 这个建地呢 就是呃 越来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就可能建一个房子 买一块地建一个房子 那地就少一块 那我们讲这个 我们的标题是 呃 二百年中心不可再生是正常建地 就是它的位置所所决定的啊 所以这个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 呃 讲一讲我们二百年的环境啊 还有建地的情况 我们这次推出呢 是三十七块建地 是在Fillview Avenue 呃 是我们如果从高速下来 可以 大家知道 非常有名的条路 叫Otaha Valley 呃 我们在Otaha Valley下去一点点呢 就到了Fillview Avenue 这个是一个呃 呃 呃 也是 周围的那个建筑啊 周围的房屋啊 也是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发了 呃 比较成熟 那如果大家开车 沿着Fillview Avenue走呢 在左边右边呢 都有一些成熟的豪宅 呃 大宅 很漂亮的房子 那我们的Fillview Avenue呢 那Fillview Rose Park呢 我们这三十七块地呢 是在我们的地址在呃 八十四号到九十号 Fillview Avenue 这个 地的特点呢 呃 呃 大家从我这个标题里面可能也能看出来啊 我的标题是 呃 呢 叫登高望北 静静兼备 这个 我们的地是比较高 那它是在Fillview Avenue的三级梁上面 Fillview Avenue呢 是像一个三级一样的 往左往右呢 是稍微有一些缓缓的往下坡 我们这个路呢 是在比较高的位置 那我们的电地呢 是在呃 这个路边上 呃 一直往北延伸 所以我们的位置比较高 大家可以在地上看一看呢 就是可以看到非常远的景 那可以看到呃 一些都市景 还有一些布市景 呃 同时呢 我们的位置呢 也非常的 那个 那个 近 非常的 就是这个 近呢 是指 我们离 然后 再和阿尔布尼各种 设施啊 啊 包括我们阿尔布尼的商业中心 啦 包括我们阿尔布尼的商业中心 Megas Center 呃 Westfield 各个 中心 还有 呃 各类的学校 像 美西大学 呃 我们的 啊 啊 我们的 depressed 的私校 那都是开车几分钟的路 另外呢 我们的学区呢 位置呢 是属于阿尔本尼 Gunny High School 那初中是属于 阿尔本尼 Gunny High School 阿尔本尼 高中呢 属于阿尔本尼 Cinny High School 小学呢 是属于 阿尔本尼 School 这个三个学校呢 都是满分 十分的 平分 大分 可以说我们这个 校网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校网 那最近呢 可能大家也听说 阿尔本尼呢 建一个 标志非常高的游泳馆 当然我们现在呢 在阿尔本尼的 在 阿尔本尼的 阿尔本尼那边呢 我们现在有 Millenium游泳馆 那我们在阿尔本尼 中心位置 位置附近呢 有那个体育馆 还有高尔夫球场 网球场 就是各类的 各种的华人商场 也都非常多 大华太平 所以都是开整 几分钟的路程 那我们可以讲 这个Gin呢 是指我们生活上的店里啊 我们离各种学校商场 和商店呢 都非常的近 另外一个境呢 是我们讲非常安静 因为这个 Fuvi Avenue呢 我们讲就是说一个 像一山脊一样的 在我们左手边呢 我们 从澳台海外的 进去以后呢 在左手边呢 它可能会面对的高速 当然高速还是比较远啊 就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在 我们的右侧呢 就是我们Fuvi Avenue 我们Fuvi Rose Park 所周的这个地呢 是被这个山脊呢 就完全跟高速 就隔断开了 那那噪音是一点没有 它面对的是 我们地旁边的 一处保留地 还有我们的远景 我们的 这个非常成熟的 住民居民区 所以我们讲 非常非常的安静 它既处于都市 这个中心位置呢 但是呢 又是非常 安静的一个区 可能 有些朋友 已经在广告上看到了 在网站上看到了 或者甚至都路过了 常见的几个问题啊 我现在在电台里 跟大家答复一下 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支付方式 这个地是怎么卖的 我们这批地呢 就不是说 37个要一起卖啊 你可以卖 你可以买37块地 当中的任意的一块 也可以买2块 3块 或者有朋友讲 就是说 我买10块 10几块 可不可以 可以 你自己买10几块 或者跟朋友 合来一起买 都可以 我们这个37块 是分开卖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提供了 9个月的Builder Town 起过房子的人 都知道Builder Town 是什么意思 但如果说 还不刚刚结束 刚刚听到这个概念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一般的物业 我们买卖 比如说 你买了一个房子 就你的交割 我们叫Settlement 和Possession 就是我进住这个房子 是同时的 就所谓的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Possession 就是我进住这个房子了 我在那天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房子 Settle 就是法律上 它的产权交割了 他们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同一天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们这次呢 Builder Town 是采取的 就是实际上是 Settlement 这个Possession 都是分开的 这个讲的稍微细一点 就您呢 如果成功的投标 得到了这片 得到了一块地 或者几块地 您呢 在这个 以后呢 你就买下了以后 你实际上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地 就Possession 就你可以去 在地上去建房子 去设计房子 去建房子 当然了 这个产权呢 还没有交割过来 那什么时候呢 是在Title 出了Title的九个月以后呢 您呢 就是在 把钱余款 剩下的80%余款交割 然后呢 把这个地的产权 转过来 所以这个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对于特别是我们Builder朋友们 他们手上有很多 有储存的一些地啊 然后在有些房子再起 有的甚至可以多拿几些 多拿几块地 因为二百亿东西的地 不是经常会有啊 所以这些朋友呢 他就解决一些资金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可以 多买两块 买下来的 买投标的时候呢 您只需要付20%的定金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设计 甚至可以在那里起房子 甚至有的动作快的人呢 把房子都卖了 然后你再去付80%的余款 所以这个是 我们采取的一个 是带BuilderTone的一个 销售方法 那对于我们 资金实力比较 呃 雄厚 或者就是融资能力 比较强的买家呢 呃 您可以不用采取 这个BuilderTone 呃 您可以就说 我买下这块地了 呃 怎么探索一出来呢 我就直接交货 一手交接一手交货 这样呢 您可以享受95折 大家想象一下 算一下 那就多出5%的钱就退还给你 呃 如果说是 呃 60万 那就是36 呃 5 6 30 就3万块钱 70万就是 3万5千块钱 就退还给你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刚才讲的 新西兰的经济环境比较好呢 那 那 主要也是 呃 利率上面呢 也是 也一个优势 就是说 现在的利率比较低 各个银行的利率就比较低 你可以任意去找 或者是找 呃 贷款中介去比较 那 就 您 融资争利比较强的情况下 你可以 贷到款 同时呢 又享受这个 呃 现金折扣 所以是我们讲的 这个销售方法 就 9个月等 或者说 现金交易 95折 呃 另外就是说 跟大家讲讲 这个价格问题 很多朋友 可能打电话的 前面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 就问我 说Raven这个地 多少钱 呃 正常的我们卖东西 呃 我应该很明确的 回答大家 就 明白标价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要150万 那 或者是 呃 溢价的房子 啊 150万 我应该告诉大家 那 但是我 我们在新西兰销售 呃 房屋地产呢 还有两种方式 叫 Low Price Marketing 没有价格的 呃 我们叫拍卖 或者是 投标 Occion 或者是Tender 这两个方法呢 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说 应该讲是买家给家 啊 要您买地的朋友 您出价 啊 就是这个 所有的投标的 这个地块上面价格的 实际上是买家给的 呃 呃 说完整一点 应该是买家给家 地主 选择 买家 就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上面 呃 三号地 呃 三号地 可能有不同的买家 除了价格 那 呃 会产生不同的价格 因为每个人的成本预算 每个人的观点 对最后的房子的销售预价 是预期是不一样的 呃 利润的期 期望之一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三号地上 可能会出现几个合同 甚至更多的合同 那作为开发商来讲呢 他不会去说 给你去说我要一个价格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卖给 这个出价最高的人 所以这投标呢 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 销售方法 就是对买家和对卖家来讲 都是非常公正的一价格 也很多朋友讲 你这个房子多少钱 呃 一百五十万太贵了 呃 呃 但是我 我在近几年当中啊 我带你了很多的 大片的建议 我们都是采取投标的方法 有经验的朋友们 他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出了 如果对刚刚接触的 还 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投标的实践的朋友呢 我给大家呃 在投标出价上面 我给他们几个建议 那大家可以呃 去看看你怎么去出每块地具体的价格 我们讲这个您出这个每块地的价格呢 是根据以下几个方便来决定的 第一 就您可能要研究一下这周围的房子 建出来的新房子卖多少钱 是不是 那我们周围的房子啊 三百米五百米之内 甚至一千米之内 这个也画个圈 这个附近的房子 它卖多少钱 所以 那我以后起出来的房子 我卖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所以第一个呢 是根据周围房屋的新房的售价 当然是类似的大小的 比大小的房子 差不多的 所以第二个要了解呢 就是说您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建筑成本 当然了就是说已经老build的 他自己成本很清楚 对于我们第一次想买地建房 准备找建筑公司 找朋友去帮着去起房子的买家 那有人可能觉得我买个房子太贵太累 那我自己买块地找朋友去起吧 那您必须要非常清楚 这个您的建造成本是多少钱 单位成本总成本 总造价是多少钱 所以这个 可能在画展世界研究一下 然后呢 您估算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估算一下自己想要赚多少钱 自己的利润目标是多少钱 有人讲我要15万 赚一下 有人讲我要赚20万 有人讲说没有30万我不做 这个完全是在您自己心里面 所以由于刚才跟大家所讲的 这个三个因素 然后就决定了您出这块地的价格 所以总体的计算方法就是 您估算的房价 减掉您的建造成本 在减掉您所希望的利润价值 得出来的就是您要出这块地的价格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计算出来的 当然不同的买家可能有不同的标准 这个我们就是想 也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是采取投标这个方法 这个是非常公平的方法 因为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要赚30万 有人觉得我赚20万很可以了 所以对开发商来讲 他就带你们每个人算出来这个价格的计算 他选一个最高的 所以这个是像打麻将也是这样的 谁做庄 别人去先出牌照 别人也有机会去碰去糊 就是说你买家出的价格 我作为卖家的我去选择买家 这个是对双方去讲非常公平的一个事 另外我们讲的这个地上的37块地 如果说大家要问这个 你大体多少范围 一定要说 你认为你说个范围 跟大家讲个数字也没有什么 那就六七十万 你说七十万以上会不会有 我估计是会有 因为这个37块地是大小尺寸高低各不一样 那说具体每块地多少钱 我是给不出来的 我给一个数字给你了 一定是错的 因为我给你说这个地七十万 或者我给你说这个地是六十万 那别的买家 你听我的 你写下这个数字 别人买家可能觉得 李安宁说低了 我多出了几千块钱 或者万万块钱 那你就失掉这个机会了 所以不是说我不给你价格 是我给不出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由我们买家朋友们 大家自己来定的这个价格 那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例子 我插一句 今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 我会在地上跟大家见面 因为这个地平时是上着锁的 是为了保证最终的买家 最后能拿到很好的地 不要被破坏了 或者被损坏了 今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 我会在地上面开放这个地 跟大家去现场去看一看 哪块地是多少钱 哪块地多少钱 大家也可以跟我聊聊 周围的房价是什么价格 地价是什么价格 这个我也会在下一期 就明天跟大家去聊一聊 电台面去聊一聊 所以今天的时间关系 就跟大家初步讲一下 今天讲的比较多 是这个投标的这个价格 下面几期 我可以给大家讲 看看这个第一 投标合同是什么样的 投标的 建房的标准 作为的房价地价 我刚才讲过 也需要跟大家详细去讲一讲 另外还有一些系列的东西 在逐步在我们M936电台 星期六星期天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 中午一点钟都会跟大家去讲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直播电话是9476766 手机是021801588 就发短信 现在大家通讯用的最多的微信 也可以去加我微信 我微信里面有这些 项目的推广的视频 也有很多的资料 都在微信里面 我的微信号是 Raymondley1588 这个很好记 Raymondley是我的名字的全称 没有大写 没有空格 没有下滑 Raymondley1588 是我手机的后四位号码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加我微信 好吗 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先介绍在这里 好吗 好的 谢谢Raymond 今天跟大家分享 明天是同一个时间 和大家连线 是 好的 那我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嘞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